五六七第四季 赤牙复活了 看到赤牙复活 你是不是和阿七一样 感觉非常的诧异 当年赤牙和阿七比试 虽然阿七没有完全掌握魔刀千刃的使用方法 但是在关键时刻 青凤出手 直接将赤牙捅死 当年眼睁睁看着赤牙被青凤杀死 为何在第四季中 赤牙会活过来 难道他真的掌握了神秘的复活之术 其实 赤牙修炼的血魔大法 十分的强悍 当年要不是将会连发动白连封印 五六七凭借自己的剪刀 根本就无法对赤牙造成有效的伤害 青凤看到五六七不是赤牙的对手 才出手对付赤牙 当时的赤牙虽然被青凤捅成了重伤 倒在了地上 但其实他还是被抢救了过来 这次赤牙活过来 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 就是青凤下手虽然狠 但是不够有 没有完全命中要害 青凤低估了赤牙顽强的生命力 其实只要能够吸血 赤牙就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 赤牙倒下后 或许是江慧莲念及旧情 救下了赤牙 从画面中我们看到 赤牙泡在血池中 身体已经完全地恢复 而一旁的江慧莲沉默不已 似乎心事重重的样子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原因 就是青凤留有后手 他这种实力的人 通常情况下不会失手 这次赤牙能够活下来 是青凤留守了 当年青凤开启屏障 不让人知道 就是想制造假象 让更多人误以为 是五六七杀死了赤牙 这个消息传出来 五六七就不得不离开小鸡岛 青凤假装和赤牙配合演戏 迫使阿七前往玄武国 对付暗影刺客的首领 大家觉得 赤牙复活的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讨论